那今天呢,我在这个时间 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故事 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角呢 就是我们的RCCA思国森老师 他就是我们的这个 你比想象中更强大 再平凡的人都是可以有不平凡的人生 那如果考试成绩是用于衡量一个人的出名的标准的话 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位 算不算是一位非常优等生 就是我们的RCCA思国森 嗨,Jana 对,那思国森老师我们都称他为老师 那我即将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 他是什么故事呢 那思国森老师他以前成绩其实都不大理想的 他的交易文凭考试成绩就是有10颗当中 就又有6颗的不及格 怎么说不及格呢 就是都是8899或者是7788的这个成绩 他的国语有及格 那有拿到这个SAP 只是SAP文凭没有拿到哦 那他有说过他之前也问过自己 他曾经8899不大理想对不对 既然可以有一番的成就 当时很多人也充满的好奇啊对不对 来大家听听看我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故事 好不好 那这个RCCA世国森哦 他是一个给我的眼中哦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内向的一个人 非常文静的一个人 非常有气质的一个人 不爱讲话的一个人哦 那他之前呢 他有说过 他知道自己学历并不高哦 那他心里明白 他的工作就是 你只能够选择 非常选择性呢 非常非常的这个有限 那当他离开的这个学校的时候呢 他就选择从事这个销售的这个工作 因为呢 他就是一心想赚取更多的这个高收入来 就是帮助他的家人 帮助他的这个家庭等等 帮助他自己 OK 然后呢 销售人员他认为哦 销售人员可以让他赚取更多的这个佣金的 只要是可以改变他的生活 有办法的话 就让他就可以选择赚多一点点来 试着去努力的去做改善他 跟他的家人的这个改变 他跟他的家人的这个人生哦 他不善于沟通 非常非常的稳静哦 那他在销售 他既然在销售领域做了长达10年 他非常的用功 非常的努力 那在这个10年里面哦 他唯一的他就说他自己本身是非常非常努力的一个人哦 他在这个销售领域10年的里面哦 他唯一的这个假期哦 就是努力新年哦 他非常非常少的这个假期就是初一跟除夕而已 就是非常非常努力的一个领袖哦 他的努力呢 也让他成为顶级的top sales OK 顶级的销售员之一哦 哇 非常非常的棒 非常非常的努力 他一年哦 只休息两天 就是除夕跟年初一而已 他非常努力 可是 就算他多么多么的这个努力哦 但是并没有给他的人生和家庭带来太多的改变哦 那为什么呢 这个国生老师说过 RCCA四国生说过 他曾经想过要自己做生意 可是 他努力10年哦 在这个销售的领域都是很多东西他都做过了 销售领域的这个生活里面哦 他的存款呢 和他的交易水平是一样的 这个浅薄 浅薄 他就是跟我们说到 那不足够呢 拿来做这个投资 做这个生意哦 那直到有一天呢 他遇到这个 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传销的这个事业 他就找到了一个机会 他就找到了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呢 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呢 他本身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做这个 这个传销领域的 因为他一开始呢 对传销 就是对传销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印象的 那一开始他接触这个传销就是想要改变的 改变他的人生他的生活 就是他就想他在销售行业打工了十多年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能够改变他跟他的家庭有太多的这个改变 所以他试着想要跳出来做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改变 那就他就一开始就接触到这个传销 他本来以为传销对他来就是会没有问题 因为他之前有做过十十年的这个销售的经验啊 就是卖产品啊这些都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因为他之前在传销领域有十年之久 那买东西啊应该是没有多大的问题嘛 对不对 那他之前呢 认为 认为哈 做传销只是一个买卖 买和卖而已 原来他真正的去了解了这个传销的这个行业的过后呢 他才发现 哇 才发现到其实啊 传销并不是买和卖那么的简单哦 他是啊 他是啊 一份以人为本的这个事业来的 所以他就开始的很努力的去了解我们的这个 呃 这个正统的这个传销的这个行业哦 传销呢 不只是买卖呢 他通过 他是通过分享真正帮助到别人 那那个出发点完全是不一样 跟他之前想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哦 那他因为呢 试过了解了过后 他因为产品而受惠而变得非常非常的有自信呢 所以他跟别人分享了 慢慢的就是建立的这个 这个 建立起这门的这个事业哦 那他有说过啊 他之前呢 当过销售员 他也是曾经也是有梦想的 OK 那他曾经也是Top Sales 就是 就是 一家公司的这个Top Sales 很有成就感啊 对不对 他觉得他已经是非常非常棒了 有成就感 他内向 但是 他内向啊 不善于跟人家沟通啊 不善于交集 不善于沟通 可是呢 可是 他却是这个我们的这个销售领域的这个Top Sales 以前呢 觉得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的有成就感了 对不对 那不过呢 他说他在 呃 在 呃 呃 他说他在在 呃 呃 呃 的时候呢 当跟别人分享他的这个喜悦的时候 分享好产品的时候呢 或者分享一个机会的时候呢 并且帮助很多人解决困扰他们很久的这个问题 是他最大最大的成就感 当他跟这个人家做分享 他一个人就因为产品而受惠 因为解决了他们家庭种种的这个困扰的同时 给予他们一个机会的同时 哇 他觉得是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 对不对 那他在这个BE里面呢 就是转变了过后啊 之前在销售领域完全没有感受得到的 他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快乐 啊 他就说 当帮助到身边的人啊 一个一个拥有这个很棒的一个机会 而且受惠的同时啊 在BE里呢 成就感啊 远远超出他这个 当时做销售领域的这个 Top Sales的这个成就感 哇 听了非常非常的这个感动啊 当他看到身边的人 都拥有一个健康自信的生活啊 当一个人生活的改变的时候呢 那种满足感是 哇 远远难以形容的 这也是他一直想要追求的这个 这个成就感哦 那个RCCA四国生 国生老师啊 他说过他自己 并不一开始 并不懂得这个使用的这个科技啊 他非常非常的这个感恩 我们的这个BE 给他就是各种的这个培训 让他学会善用科技 把这个组织啊 扩展到世界各地 现在他的组织啊 遍遍遍布很多地方 有澳门 印尼 澳大利亚等等国家 虽然他的人现在在马来西亚哦 真的听起来是不是很棒啊 OK 那在这个呃 在这样的动荡的时期里面哦 那个国生老师他说过 他更是感恩生活上的这个富足啊 他不但可以自给自主和奉养他的这个啊 父母哦 他拥有自己的资产和这个产业的 那更有能力的就是每一个人啊 更有能力就是每个月啦 每个月他有能力播出一部分的收入 做慈善 哇 他就觉得自己是非常有成就感 既然也可以帮助自己寻导到 自己的另外一个天空哦 另外一片天空哦 就可以帮助人改善到身边的人的健康啊 而且给予他们一个呃 机会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棒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啊 非常非常努力的这个 这个RCCA 施国生老师的这个啊 故事啦 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啊 我想要通过这个故事来 取发大家哦 就是我们平凡的人 也可以拥有不平凡的人生 我们不论你是什么事业啊 什么行业啊 或者是什么学历等等啊 都可以试着改变我们自己的人生 只要勇敢的踏出的第一步 世界都是一个美丽的 OK 然后我们的这个RCCA老师有说过一句话 他就说你 你就是大家 你比想象中更强大 就是我们自己远远超乎我们自己的想象 就是比我们想象中更强大 别让你目前的状况决定你们的未来 嗯 要相信我们自己可以创造无限的可能 只要我们要 我们就一定能 在一个 我在这个这个 施国生老师的这个故事中啊 就是得到的一个取法 希望我们 我现在的这个故事能够帮助到更多更多的人 你现在可能就是在彷徨的期间 或者是你想要 想要改变的时候 你不妨就是迈出你的第一步 这个就是我们成功人士 RCCA 施国生老师的这个故事 好的 今天我的这个小小的故事 就在这里了 就是我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或者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 关于事业啊等等啊 都可以询问我 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 那接下来 我也是会陆续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这个 BE领袖的故事 大家拭目以待 好的 我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收看 晚安 拜拜